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動字動字 輕輕的勾勤你的運動精神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的運動資訊手冊 這是我們的封面 封面上面就會有基本資料 那我們的第二頁呢 是我們的官方帳號票號 如果在運動過程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詢問我們 我們會定期追蹤進度 還有家長可以穿 違規照片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給他們幾點卡 那一張幾點卡就會換一張獎勵卡 然後這一頁呢是 兒童生長百分尾圖 家長可以依慾家中還能 年齡對於重肘的 身高還有體重 那這兩條線 這上面跟這上面是第三百分尾線 跟第九系的目尾線 在這之間的話 就屬於是正常放尾 然後就是藍牌版 那接下來就是 你今天運動了嗎 我們的打卡項目 然後我們這樣一張呢 就等於說一個月 那我們一格呢就是每天 每天加上去記錄幼兒的運動狀況啊 或者他今天運動了什麼啊 等等的 幫我們打工或者是詳細的寫在表格內 來紀錄幼兒的 變動狀況 那我們設計呢是一個學習的分量 那我們又分為不同的主題 你長大了嗎 我們有做孩子的生長紀錄 讓家長會用固定的時間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時間 讓孩子做一次身高體重的紀錄 總共有兩頁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的 大動作發展檢核表 我們是以四歲為例 那這上面呢會有 四歲有應該具備的能力 來做為家長的參考 那藉由檢核表上面的項目來 進行 那如果上一頁沒有公選 就代表孩子可能對這些動作比較好 那這樣填上這邊的對應指標去 專門去訓練孩子比較不足的能力 再來是我們設計的教案 我們設計的教案呢 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肌耐力 第二部分是平衡力 第三部分是協調能力 那我們每個部分呢會有兩個教案 一個內領我們總共會有六個教案 首先 第一個是消逸準兵 那我們家裡面會有玩法 以及年齡跟目的 還有需要的那個器材 教他們的感想或者是建議 再來是我們的 社群噴噴噴 再來是我們的 泰山歐喲 再來是 毛毛蟲行種 再來是 繁遊世界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謝謝大家 يف 好了 你 不是 nous 昨天